一听到这个声音 芸汐就知道是谁来了 和赵雨墨默契地互相看了眼 转身看向了身后 刻意打扮了一番 同样领着几个保镖出来撑场面的梁欣怡 芸汐略略打凉了眼走过来的梁欣怡 虽说仍靠衣装 昂贵的大衣 名贵的鞋子 以及大牌的包包 用钱堆砌出来的华贵 似乎都无法掩盖 梁欣怡身上余生俱来的尖酸和刻薄 就好像她今天 在车里看到穆飞驰和姜儿霍的时候一样 有些人呢 就算穿着睡袍裹着毛绒外套坐在那儿 都无法掩盖她身上金贵的气质 还真是印了那句话了 有些东西呢 花钱都未必能买得到 梁欣怡似乎是没想到 芸汐竟然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惊愕了好一会儿 再三确认自己并没有看错人 赵雨墨出现在这儿 她还能够理解 毕竟赵家也算是豪门了 可芸汐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她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儿啊 而且 参加明媛的名单出来的时候 她并没有看到她的名字 她出现在这儿 要么是冒名顶替的 要么就是混进来的 这么严格审核的场合 不可能冒名顶替 那就只能是混进来的了 你怎么也在这儿 梁欣怡没去看赵雨墨 反而把目标堆准了芸汐 你 你不是不参加明媛宴会了吗 你都没有收到邀请函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最后一句话 梁欣怡故意拔告了音量 生怕周遭的明媛和酒店负责人 听不见似的 这种重要的场合 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千金名媛 安保程序都看成了一级保护 对一个混进来的千金 不论是酒店负责人 还是接待处 谁都不敢疏忽大意的 生怕有什么闪失 很快 酒店负责人便走了过来 直接冲梁欣怡询问 是怎么回事 梁欣怡恨不得快点地 把芸汐这个 碍眼地赶出去 她出现在这种地方 就没什么好事啊 多看一眼她都觉得 自己被芸汐压了一头 恶心地闯不过气来了 她没有收到邀请函 宁愿名单上也没有她的名字 肯定是混进来的 你们赶紧地把她赶出去吧 梁欣怡指着芸汐 一副趾高气昂 盛气临人的姿态 嘴角的得意 却怎么都掩饰不住 酒店负责人也不傻 自然不会因为一句话 就胡乱地把人赶出去 反而是很客套地 冲芸汐询问 这位小姐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芸汐 芸朵的芸 晨曦的西 芸 芸小姐 一听到芸汐的名字 酒店负责人顿时愣了下 紧张尴尬地 擦了擦额头上 冒出来的汗水 又不敢冒冒然地伸手过来 跟芸汐握手致歉 只能陪着 僵硬无比的笑容 抱歉抱歉啊 芸小姐虽然不在名单上 但是芸小姐 确实收到了 明渊宴会的邀请函呢 这个不需要质疑了 她一早就从家上那儿 得到了消息了 让她好好地接待 这个芸小姐 她刚抽身出来 还没有来得及询问 接待那边人来了没 这会儿 差点就把人给得罪了 芸小姐 这是两位的房间号 您可以先上楼去休息 有任何需要 直接拨打前台服务号 我们全天为您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 梁轻仪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向突然变脸的酒店负责人 再看看一旁 神色大人的芸汐 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收到 她要参加宴会的消息啊 这不可能 她到底是怎么弄到邀请函的 我还是要十多七个人的 对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